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星期 日华穆斯继续以达文方式 分享顺步星图讯息 问题一 今年 日华穆斯研制了一种新的录音系统 事实上 近期创作的石岸新歌 由诗歌编号1480开始 已经转用新的录音技术 比之前更加通透和丰富 这样 新的录音技术丹生之后 日华穆斯估计会对整个音响界有什么影响呢? 答案是 石岸剑与石岸新歌的出现 可以说是挑战整个音乐界 因为以往音乐界 对于录制歌曲和创作歌曲的凭借程度 是惨不引导 从最基本使用的五线谱和七个音符 都是错误的理解 导致他们只是能够对齐歌曲 而不能够作曲 所以 懂得创作歌曲的人 作曲量都不多 甚至是只有几首成名作之后 就不会再有新的成名作 及至离世之前 都只能不断翻唱自己四五十年前的几首作品 可见 但是第一个动势和石岸剑耳机 已经能够挑战整个音乐界 当日华穆斯发明和研制出新的录音系统 和观录歌曲的麦 就更加挑战整个音响界 因为现今的录音系统 在近这100年都毫无进步 日华穆斯研发的石岸咪第一代 让指名策略家用作录制新歌 所以石岸新歌编好1480之后的歌曲 声音更加透彻清晰 以及有更广阔的传音域 但在世上音质最好的石岸咪 制作成本都只不过是港币100元之内 音乐动势 石岸剑和石岸咪的发明 是神给予我们的方向 彰显神给予我们教会的实质祝福和智慧 问题二 日华穆斯研发石岸剑的时候 曾经提到有10个瓶颈 这样麦克风是否也是一样呢? 答案是 麦克风的瓶颈只有4个 现时已解决了3个 当打破第4个瓶颈 研发出第二代石岸咪之后 就不会再出第三代 不过无论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石岸咪 都不会对外赠送 我们只会送出石岸剑 既然音响界一直都赚取那么多的金钱 就让他们自己去改善麦克风 而且他们用来录制熟细歌的话 根本不需要石岸咪 所以石岸咪只会生产10支 供教会内部使用 于总结感言部分 日华穆斯分析 为何神窗音乐的秘密 即是石岸剑和石岸咪 加给石岸教会呢? 因为神为到会莫的敬拜和赞美 必然会做到这个地步 事实上 每个时代的复环 一定与敬拜赞美有关 无论是信义会 巡道为理工会 或者是灵恩复兴 都有其特定的诗歌 正如赞美对比外院的统祭坛 敬拜对比圣所的金香炉 或者是金香坛 两者都需要从金灯台借火 以神当时代的瑞环燃点 整套2012荣耀盼盼望信息 就是横跨金灯台的诗篇 最后一篇金灯台诗篇 就是诗篇117篇 内容就是全地都要敬拜赞美神 而金灯台 就是神积着恒书 赐予我们第三条道路 然而 神吸予我们音乐上的复环 与其他时代不同 神不单止将当世代的新歌 吸予我们 神更加以所罗门智慧的方式 将麦克风和耳机的秘密 就是那个属于金灯台的智慧 都复环给我们 耳机和麦克风的发展 一直都被神锁住 楼袋现在被我们打开 正如神于《圣经》 《创世记》 《一章一节》 隐藏《圆周律派》的数值 亦语约韩福音 一章一节 隐藏《自然上数》 同样 神掌音乐的奥秘留待我们开启 因为诗篇117篇 是有关赞美敬拜的诗歌 当新约《罗马书》 引用诗篇117篇第一节 按希联原文数字计算 这一节经文的数字 就是4794 一个神得意留给石安教会的数字 让我们打开金灯台诗篇 赞美敬拜的秘密 于金灯台借火 以瑞玛燃点最后的大复兴 最后复还杭树的仗 就是第三条路的信仰巅峰 今星期 日华牧师继续以诞文方式 分享顺步星图讯息